今次的幾個活化項目都在一個區裏 能夠全部可以延帶起來 其實我希望將一個新的元氣給一個區 始終現在我們看到很多的新區都比較千篇一律 失去了舊區一種的能化 因為全部出來都是一個大的停車場 跟著一個幾十層樓層高 街道竟然沒有了生活 大家開始都不像一個社區 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 但是它都是先有了一個公眾的宣布 然後才來區議會的 所以我們就由報紙那裡聽多過是他們來講 我要承認就是我們不會特別 為了那個區去針對那個區的需求去想 不要說一出波時就用針水埗的要求去選擇項目 這就不是那個方向來的 很幸運就出來我們選擇了這個 都沒有什麼衝突的東西 都是有個互補的效用 由於每一個中間有園庭 有些空間裡面 我們會衝去發揮這些空間園庭 是襯托著每一個block building 它的使用程度 本身黎智角醫院在公開的文獻裡面 大概是九十年一百年左右的事情 但是我們再可能會再通過深入的研究之後 還可能發現更早的 一些保育專家在這裡考證 這個波是不是超級的 我們希望是給到市民、大眾 以及外來的遊客、朋友 都對這個site 黎智角醫院 或者以前的一個軍營、監獄 都有一個很詳盡的了解 既是一個保育 和我們一個文化傳承的感覺 我們現在這個計劃裡面 大概是有一百個機會 其中的職位是沒有要求 不會要求很高學歷的 如果是有同樣條件 如果是有本區的日式申請 我們首先都會用本區的朋友 一、二、三、四、停 就是一個獨立的樓梯 就上去品厚區 然後一出去發停片 就是一個辦法 好似一些官府的舊氣味 或者那時的階級分得很清楚 其實公眾人士 百官或者司法人 是分開哪條樓梯 哪部升降機 哪些人用 是很清晰的 才能保留這些較有特色的建築物給大家有利益 我們會製作改善建築物的建築物 讓教育環境更有利益 我們也會保留這些重要的項目 會繼續討論的故事 和提供的故事 建築物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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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說是不重要的 但它是重要的 因為它是部份的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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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60年 我確實有很多居住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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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洞 部份 部份 BEC 其實我們青人去是跟公屋有一些關聯的 在1973年公屋當時的越來越多青人 他們是沒有一個地方去抒發他們自己的興趣 所以當時的想法是我們要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 他們可以跳出他們的擠迫的居住環境裡面 有一些健康一點的生活 接觸一下大自然的 其實當時在1973年 是在這樣的理念下成立一個經濟社會 所以說我們跟美河南公屋 都是歷史上的一個環境 希望趁這個機會 是可以令到深水埗的這個區的文化風貌 可以介紹給世界防備的人 我想深水埗區議會的期望是很一致的 我們的議員都覺得 凡是我們區裡面這樣的保育計劃 希望加強區議會的參與 也都希望那些承辦的機構或者政府 就想回它的初衷是什麼 如果當時有想的 麻煩落實 如果是沒有想的 都應該從善如流 就能夠多些跟我們的社區 拉上一個關係 令到那個不是一個硬件的 一些假古董來的 就是有人民歷史的生活 是有一個活化 真正的活化 就不是一個名義上的活化 這次也是大師傭的 本当你需要幫助 打破這幾個公園 這個呀 會用很高的 很大忽略的 用力 我覺得是可以很高的 但是每個小狗裡 才能夠打破 這一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